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买着不觉得真正男子犯还是很有看头的 男女兵同伴入伍 哦 你想看帅哥 看美女也有 这才是真正的为大众着想的节目 中韩男女兵同伴入伍同时出击 韩国四位女星 松宇 徐仁英 李诗英 偶像组合 lovelies成员 智秀 中国女明星有杨幂 佟丽娅 张来新 沈梦辰 八位女明星谁的素颜是你可以接受的呢 妆容这个假面是绝对不能轻易揭开的 倒也不是说有多吓人 只是素颜一下 明星的光环就没那么大了 这八位女明星背货卸妆 每天早晨都是满面油光 甚至还有些浮肿 包括因为半永久化妆的缘故 眉毛什么的也都在 相对于以前女明星们卸妆后的时尚 现在的她们卸妆前后差别不大 不过还是有人扒出了松宇之前的照片 是的 变化还是看得出来的 松宇大方承认自己整容了 买什么帮着说一句哈 整容在现在还是个事吗 咱关注的重点应该是节目 中国版真正男子汉 也吸引了一些韩国网友的收看 确定出现人选的时候 就有韩国网友称赞 阵容强大 迫无期待想看了 这些女明星也没有辜负观众的期待 参加节目不是来作秀的 所有的挑战都是自己完成的 杨幂她们也独自从直升机上完成降落 李世英成功挑战十米离间 完成一般男人也胆情的训练 这么拼命这么努力 还不赶紧举起你们的双手 为你一遍鼓掌 中韩士兵身材哪家强 王家二空翻震惊全场 都到军队了 帅哥那姿势不能少的 上周五的真正男子汉 一大群裸男出现在健身房 沈梦辰恍恍恍恍本能的大海 哇 我都裸男 女兵 干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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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一看 不知道是不是受了猛男们的刺激 奖进夫也卯足了一股劲 跟班长PK 一 开始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 满满的雄性荷尔蒙气息 她的身材 有没有样 韩版真男军营里经常会举办 健美身材比拼 满屏的好身材 各种好身材 纤细的 健硕的 你中意的 这里都有 这事儿万不会少了王嘉尔同学啊 薅的人也是基建队的 经过多年的体育锻炼 你们嘎嘎的身材还是很好的 我们坐在买的 有种才主要的 因为 孙光以为是退役了 不过说真的 你这平凡的空翻 膝盖扛得住吗 请问一下 是 脖子不疼吗 脖子不疼吗 疼 疼 王嘉尔成真男最傻士兵 报公司不让谈恋爱 高7刚出道 杰克森就曾在 Radio Star上开玩笑说 相对于哈尔利 自己名其太低 才没有被选上出演真男 我们同一組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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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杰克森总算是如愿以偿 与斑斑同伴入伍 我看起来 最大的封锅 不用懷疑 两个外国人去到韩国军营 韩语又不太好 又啥都不懂 错犯的那是相当多 罚也是受了很多地 杰克森一兵 一兵杰克森 一兵杰克森 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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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独有偶 比杰克森大一岁的胡子涛 也因为自身的放荡不羁 挨过很多骂 受过很多罚 做过很多的俯卧撑 你做一个 一 喊出来 一 二 二 三 三 王嘉尔作为耿直播话的代表 该遵守的就一定会遵守 是 那是 自己的公司 谁是最好的公司 最好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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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很重要的 不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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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結婚女朋友結婚 結婚 正確 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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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 還有 不 結婚 結婚 不 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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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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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結婚 結婚 不 結婚 結婚 哎 都別吵了 買的吧都知道了 公司不讓談戀愛嘛 為了鳥寶寶們 這個話題就這麼結束吧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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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版真男收視日漸衰落 中國版收視走高 影響力更大 要說韓國版真正的男人這檔節目 曾經可是創造了MBC電視台 週日晚綜藝的一個收視高峰 一度於兩天一夜第三季 廝殺的是你死我活 收視率上是誰也不讓著誰 兵哥哥一度成為了很多妹子們心中的第一人選 偶像們更是擠破了頭想要上這個節目 不過呢 前兩年韓國部隊聯繫出現視頻逃逸 槍擊 虐待等事件 節目也連帶著遭受了很多的質疑 甚至被呼喊停播 之後為挽救頹市 真正的男人也做了很多特輯 召集了前韓國棒球球星 三大社的搞笑藝人 還有很多的女偶像 但這些都挽救不了真男日漸衰落的收視率 韓國版的真男更像是軍隊背景的綜藝節目 而中國版的則是教育類型節目 相對於韓國版日漸低迷的收視 中國版的真男 不論是在電視還是網絡上的影響力都很高 收視也維持在1.4%左右 連重播的收視率都有0.6% 觀眾的心總是善變的 韓版真男也該變變了 掃二人碼關注官方微信 歡迎大家爆料 被選中爆料者 有機會獲得精美小禮品哦 歐買斯米達 阿娘 本節目由騰訊視頻和刻意傳媒聯合出品